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年GDP增速为7.8% CPI为2.7% 对于明年经济形势 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提出 2014年在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 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 以及周期性力量的轮转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 中国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预计GDP增速将达到7.7% CPI将达到3.2% 银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银正宝协座监管处处长陈胜日前表示 目前民营银行相关办法已上报到国务院 银监会有关部门正就民营银行方面的一些配套措施展开研究 陈胜表示 民营银行设计的一些制度上的创新 比如风险自担 在银行发生危机的时候 股东要进行救助 但是救助的底线是多少 程序是怎么样的 包括承担无限责任的问题 与公司法的冲突怎么样解决 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梁家坤11月24号表示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 在我国依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仍在60%以上 近年来 我国煤炭工业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行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梁家坤介绍说 全国煤炭产量由2005年的23.5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36.5亿吨 年均增加了1.9亿吨 煤矿数量由2005年的2.48万处减少到2012年的1.4万处左右 初步研究预测到2020年 全国煤炭年消费量将达48亿吨左右 煤炭工业发展 机遇与挑战并存 前景依然广阔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感谢江新的介绍 你好 主持人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根据10月11日至11月11日的样本数据 32个城市中已有17个城市出现暂停防贷现象 据多方人士透露 停贷缓贷情况基本属实 其主要原因是 中小银行上半年放贷过猛 透支信贷额度 导致下半年对于房贷囊中羞涩 甚至无款可放 链家地产的监测显示 现在申请贷款的放款基本都安排到了明年1月 不过 银行前景只是一部分原因 有专家表示 更关键的是 银行已经开始看空房地产后事 减少房贷额度更多是为了降低风险 预计第四季度 关于调控的方案政策频出 使得年底前稳抓调控的基调十分浓厚 年底前 房贷放款时间延长或停贷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再来关注金属方面 惠玉评级近日表示 长期内中国基本金属需求或放缓 因政府寻求调整经济不再依靠固定资产投资 但用于生产消费品的金属需求预计能维持 工业金属中仅有铜的长期前景较为明朗 因为中国聚焦高能效产品 铜饰料能从中受益 中国人均铜消费量仍很低 仅为于5.5公斤 而发达国家最高人均消费量远高于11公斤 尽管供应增加令铜价较为疲弱 但预计这种影响不会持续至2015或2016年之后 屡市也有可能从中受益 因其被用于汽车设备 家用电器及其他设备生产中 但同时产能过剩 也为屡价构成压力 好的 主持人 海关总署最新的数据显示 2013年11月 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金矿7784万吨 较上月1001万吨 同比增长了18.33%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11月进口均价为每吨128.33美元 环比下降了0.19% 1月至11月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金矿7.46亿吨 同比增长了10.9% 进口均价为每吨129.17美元 同比下降了0.78% 今年以来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总体随中国经济的波动不断反复 但今年7月 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了7314万吨 较6月大幅增加了1084万吨 同比增长了26.4% 创下今年第一个单月进口量创历史新高 8月 进口铁矿石虽环比下降 但仍有6901万吨的机能满足钢材生产的需求 来关注汽车方面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阳周末表示 他认为 今年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增速有望达到10% 按照数量来计算将达到2100万辆 董阳同时表示 今后5到10年内 中国汽车以8%到10%的速度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另外 中汽协向全行业呼吁 希望今后汽车行移高到3%到4%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建平12月8号表示 2014年消费和投资令人担忧 他认为 需把三中全会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找一找 对于冷静判断明年形势可能更加全面 范建平认为 明年的国际环境会好于今年 IMF最近发布的关于明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 要比今年高出0.6个百分点 不过 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形势却不乐观 范建平表示 明年内需更令人担忧 从消费的角度讲 今年我国改变了前两年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的情况 前几个月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 且是最近三年最低 他认为 这种居民收入情况对支撑明年消费非常不利 估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降3.3个百分点 12月8号 央行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 不但明确了同业存单可交易流通 还明确发行人需要备案年度计划 央行实行余额管理 同业存单的利率和价格也分期限由市场确定 对此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这对存款利率市场化而言 这已经明确了长期和大额认为 央行先推进大额存单在同业之间交易流通 会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提供金融定价的标准 产能过剩 框架过高 这是钢铁行业多年来反复提及的话题 然而却一直未能得到真正解决 在近期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举办的 铁矿石发展高端论坛上 专家表示 2014年钢材需求量将小幅增加 但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去产能任务艰巨 来关注期货方面 印度将橡胶进口税上调了近50% 此举旨在保护国内橡胶种植商的利益 过去几个月 由于国际价格下跌 印度的橡胶进口量上升 印度政府周六发布通知称 已将橡胶进口税上调至现行市价的20% 即每公斤30卢比 作为全球第四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根据印度目前的市价 生效后的进口税将从每公斤的18卢比左右 提高至28卢比左右 好的主持人 好的 感谢江新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宏观新闻 首先来关注新三板 随着新三板市场的扩容 新三板业务将为券商增加新的收入来源 带来业绩增长 据股转系统最新数据 目前全国约有2000多家企业准备在新三板挂牌 新三板扩容后 预计未来五年累计将有约7000家企业挂牌 总市值约1.4万亿元 随着新三板的加速发展 券商将从中直接获得真金白银 据了解 在新三板的主办券商中 深银万国遥遥领先 根据投资者报研究院统计 在当前挂牌的351家新三板公司中 深银万国无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 还是在可交易股份总量上 都远远超过其他证券公司 其次是长江证券 广发证券 中信箭头和齐鲁证券则并列第三 12月10号 巴西农业部下属的103万吨 从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10.5 上一季度为8150万吨 目前巴西全国大豆种植完成了 种植命增加22.4% 此外该机构还遇到第一条 今天的资讯助理江新 看看这个时段 他能带来哪些重要的资讯 你好主持人 上交所官方微博12月22号明确表示 相关银行股上周五下跌 CQ费跟踪境外指数调仓所致 上交所官方微博称 因境外指数机构以护身市场为取样范围 所编制的指数成分股和权重分布调整 12月20号 个别Q费跟踪指数进行调仓 导致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 交通银行和伊利股份等相关股票 尾盘异动 有业内人士表示 20号新华A50除调出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外 还调入上岗集团 伊利股份 美迪集团 从盘面看 当日被调入的上述品种 出现逆势放量上涨 且同样是尾盘异动 面对新一轮的资金紧张 央行上周通过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 SLO释放了3000亿元资金 但专家认为 这一举动只能略微安抚紧绷的市场神经 注入短期资金 并不能真正改善市场流动性压力 本周资金面或仍趋紧 机构普遍对本周的资金面并不乐观 此外 分信人士称 央行短期操作上坚持逆回购零操作 即以SLO安抚市场 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 仍在传达中性偏紧的政策基调 要整体改变资金面的紧张局面 降准应是必要之选 再来关注铁矿石方面 印尼一位主管矿业的副部长周四表示 印尼或在几年内 允许部分矿商继续出口矿石 尽管该国政府出台的极具争议性的出口禁令 将于一月起生效 能源及矿产资源部副部长西斯沃·乌多摩表示 最具吸引力的可能性是在全面出口禁令之下 允许那些承诺新建炼厂的矿商 在两到三年内继续出口矿石 而上述提议是内阁级别的讨论选项中 可能性最大的 目前印尼矿石仅加工国产矿石中很小的一部分 禁令的不确定性及疲弱的商品价格 意味着少有企业真正着手新建加工厂 到一月份几乎没有矿商拥有新炼能 甚至可能在2014年内都是如此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江欣给我们带来这样 欢迎回来 回来之后我们来看行业新闻 再次请出我们的资讯助理江欣 江欣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关注九企 各大九企纷纷披露的三级报显示 14家上市九企仅三家净利为增长 作为行业龙头的贵州茅台增幅为6.24% 其中被誉为九企业绩蓄水池的预收款向大跌 更是市场颓势的传导结果 据万德十月底的一次统计显示 十家九企预收账款下降约六成 预收款大降的背后 是行业受困于终端的销售补偶偿 经销商提前打款意愿普遍降低 进而影响至九企层面 与此同时 业内多认为 白酒业最差的时候仍未到来 华安证券近日指出 随着白酒行业需求的继续萎缩 零售价格的下降 最终会导致白酒出厂价的下降 继而导致白酒生产企业量价齐跌的景象 再来关注钢铁方面 得益于产能利用率的上升 以及钢厂主动降本增效 多加上市钢企前三季度录得较好业绩 财报显示 南钢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09.34亿元 同比下降16.49% 净利润亏损2752.04万元 同比减亏4.5亿元 马钢股份前三季度亏损3.29亿元 去年同期亏损31.38亿元 新ST安钢今年前三季度大逆转 实现盈利7.65亿元 而去年前三季度则还陷入亏损31.7亿元的泥潭中 三大钢企方面 宝钢前三季度净利达46亿元 下滑57% 五钢沙钢分别实现净利6.51亿元和1490.7万元 同比增长98.44%和251.6% 分析人士表示 今年钢厂开工率普遍提升 且前三季度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8% 增速同比加快6.3个百分点 这也有利于钢厂盈利的回升 此外 今年六七八月处于钢价上升期 钢厂出厂价格和订单双双好转 所以今年钢厂普遍大幅减亏或实现盈利 好的 主持人 财经的消息方面 我们可以收集到哪些对市场有利的一些信息呢 来连线场外的江欣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 江欣 你好 主持人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 证监会主席肖刚 周六在上市公司协会2013年年会上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改革方向 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改革 减少并购重组的行政许可事项 同时还要逐步实现退市制度的常态化 除了减少行政审批外 肖刚还表示 将探索引入定向可转债 优先股等支付工具 鼓励并购基金发展 拓展融资渠道 同时研究建立中小企业股转系统 挂牌公司并购重组机制 强化监管和事后问责 继制造业PMI攀升至18个月新高后 10月非制造业PMI也升至56.3% 创下14个月新高 进一步确认经济延续趋稳向好的态势 此外 汇丰明天将公布10月汇丰服务业PMI 海关总署周五将公布10月进出口数据 而国家统计局周六将公布10月 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等数据 综合机构数据预测 10月投资消费增速将持稳 但衡量经济增速状况的直观指标 工业增加值则会继续回落 意味着经济实际增速或略有下滑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经济持续向好 但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 经济回升过程也会一波三折 再来关注两市本周的解禁情况 本周两市共有24家公司的43.65亿股解禁股上市流通 解禁市值约为390.04亿元 为年内偏高水平 绅士15家公司中 荣盛石化今天将有9.07亿股解禁 解禁市值约为76.19亿元 占到本周绅士解禁总额的43.66% 而在户市的9家公司中 九州通也是在今天 有8.40亿股的解禁股解禁上市 解禁市值约为109.44亿元 占到本周户市解禁市值的50.78%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江新带来的一个 这个资讯方面的一个介绍 谢谢